雪球 雪球 这猫被我收养之前 确实叫雪球 雪球是我之前在学校救的 没想到这么巧 你好 我是苏念峰 对不起 我迟到了七分钟 你不用说对不起 我知道你不敢坐车 不用道歉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这儿还有你高中时候的成绩表呢 想看一下吗 别别别 那个是我的噩梦 但我想问 您是怎么弄到这些资料的 既然我招的是私人助理 那肯定要对音频哲有深入的了解 你的资料我都看过了 医学专业 对口 学过播音主持 口才过关 还会烹人料理 这完全符合我的招聘要求 你被录用了 至于薪酬方面 人是不会和你谈的 但 有件事情 我要提前告诉您 我现在还在学校上课 时间不是很自由 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我怕耽误您时间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 不过你虽然是兼职私人助理 但你也要参加各部门的培训 你的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整理我的行程 陪同参加商务活动 还有 周末帮我料理饮食 你有一个月的使用期 好 我会努力学习的 有一点你要特别注意 我的时间很宝贵 所以我不喜欢解释 和我相处不要问太多的问题 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明白吗 好 我明白 我呀 找到新工作了 一个月八千块钱 怎么样也要庆祝一下吧 太厉害了 你放心 我会吃得很维稳 给你们俩留一条活路 如果实在不行 所有人可以入赘五家 保证你一生富贵 吃喝不愁 什么兼职工资这么高 不会被骗了吧 你别瞎说 是欧阳集团 就是赞助你们篮球队的那个上市公司 我呀 在那边是当CEO的私人助理 谁的助理 欧阳宇啊 之前在篮球场里见过的 你打架那回还记得吗 我记得啊 还是挺帅的 不准去 为什么呀 就是不准 又开始发神经 别问原因 算我求你第一次 别去行吗 我 我现在试用期 万一没通过呢 你们就让我去做一个月 当锻炼锻炼一下呗 我觉得 这个事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先去买菜吧 我觉得吧 晓风呢 不能当温室里的花朵 他得要做 历经海浪的小龙虾 今天晚上吃这个 小龙虾吗 对 哎 苏木云 秦瑶喜欢吃小龙虾吗 不知道 熊虾 谢谢大家